6號位置的孫柏文先生 主席 世界歷史最悠久的防癌慈善組織 英國的癌症基金 就說蒸汽煙可以大減 蒸汽煙的出現和普及 可以大減社會普遍患癌的機會 和數字 英國的醫管局National Health Service 就在2015年說電子煙 比普通香煙 安全九成半 不過香港的醫生 就說大聲疾呼 要全禁電子煙 有很多禍害 現在作為一個香港人 一個沒有醫療程式的香港人 最大的矛盾就是 那相信誰 當然我是一個老一脫的香港人 還記得97年前的世界 所以當然相信英國 是吧 好啦 這個連醫生自己都默認英國的醫生厲害一點的 香港的醫生都默認英國的醫生厲害一點的 香港醫生如果覺得自己厲害一點的話 就不會排外 不讓他們來 第二就是很多香港醫生在他們自己的家診所門口 都貼出他們在海外留學進修的 所以都認可了英國的專家是好的香港 英國就說不僅是好 還要普及 好啦 我今天應該會聽到很多人說會嫁壞小孩 會令到小孩吃熱 我只是這樣說的 如果有一幫老師或者社會熱心的人士 走出來說 咦 學校進行 很多學生進行 多聖伴侶的 成果黨 現在今天這個政府的proposal 就有如走出來說 要禁止香港全面禁止避孕套 可以用 不過不可以買 這個public 大家都知道 多聖伴侶 患有性病的機會率很高 不過是否禁止避孕套就是那個solution呢 那還有 如果是英國政府 今時今日還在香港的話 我相信在公立醫院 是一定有電子煙賣的 因為這個就是在2018年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給英國政府的建議 我告訴大家 美沙酮是有害的 不過你反海樂鷹 反這個的海樂鷹 是不可以反美沙酮 不可以全面禁止美沙酮 就是這種文字未開的手段 不可以就這樣說 喔 吃著白粉的人不可以 不用救了 他們上癮了就不用救了 為什麼我們香港還有20間診所 可以用一蚊雞派美沙酮呢 現在立法會的timetable 是去到明年的選舉 我建議 而各位立法會議員 就跟市民說 禁可樂鷹 就不要禁止美沙酮 了